不小心和正妹一起被吞進鯨魚的胃裡面 該如何求生以及脫離單身呢? 希望這部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還在問說 為什麼我會被鯨魚吞到胃裡面的話 那你就問錯問題了 你應該要問的是 難得有機會跟正妹共處一室 該怎麼活著出去並且脫離單身 嗯?你說你是女生嗎? 然後你不知道為什麼你要看這部影片 嗯... 假設有一個人跟你一起被吞進鯨魚的胃裡面的話 你不覺得這個人很有可能是你的真命天子嗎? 而且你想不想試試 從鯨魚的噴氣孔 逃出去的感覺啊 好,那我們故事就開始了 你眼前只見一張超級大的鯨魚嘴巴 在你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 你就被吞進去了 你被鯨魚嘴巴裡面那股很嗆的鯨味嗆醒的時候 你搖搖身邊的正妹說 醒醒啊,醒醒啊 然後正妹就問你說 我們現在在哪裡呢? 這時候你就看看四周說 就算是世界上最大的藍鯨 它的石道直徑其實也只有10公分而已 所以以這個石道的大小來看 應該是齒鯨科 所以這裡應該是 抹香鯨的第一個胃 然後這時候正妹就會說 原來我們在鯨魚的胃裡面啊 那我們等等可以從鯨魚的噴氣孔噴出去嗎? 這時候你要很有耐心 而且很溫柔的回答說 親愛的 我們現在已經在鯨魚的石道裡面了 而噴氣孔在氣管那裡哦 你這時候就要拿出藏在你口袋裡面的 鯨魚構造圖 女生看一個男生是看他貼不貼心 細不細心 在這個年代裡面 一個男生約會的時候 隨身帶面紙 手帕 獅子巾 小瓶的礦泉水 那都只是基本 能夠在緊要關頭的時候 拿出鯨魚構造圖 才能顯現出你是一個非常可靠的男生 這就是你的競爭力 快到備註欄裡列印出來 隨身攜帶吧 你看著手上這份地圖 假如順流而下 往第二個位 第三個位 第四個位 最後從鋼人出去這個路徑 你會遭遇到強酸 最後化成液體的鯨魚大便被排出 看來是行不通的 好 那你現在跟正妹在鯨魚的第一個胃裡面 這個胃裡面是沒有空氣的 你只好憋氣 或是說你是潛水的時候 你有帶氣瓶 然後你看到周圍呢 都是鯨魚的胃 他正在蠕動 正在粉碎食物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一隻抹香精 他昨天吃了 槍污賊 大王污賊 以及大王酸醬油 整個磨香精的胃裡面 都是烏賊 再這樣下去 你們會跟烏賊一起被消化 可是該怎麼樣 逃離鯨魚的胃呢? 用這個 我想要逃離鯨魚的胃 這個是最好的工具 正妹在經過這一段 與你命中注定的相逢 也看見了你隨身攜帶鯨魚地圖的細心 相信他對你的好感度應該有增加一點點 該怎麼突破曖昧的困境呢? 你們常言到 君子動口不動手 高手動手不動口 適當而且有禮貌的身體接觸 這個在把妹學裡面 稱為Kino Kino就是 Kinaesthetic 的縮寫 是一門以身體接觸 增加連結親密感的一個技巧 但是請小心使用 不要變成吃汗 不過我想 在鯨魚的胃裡面 伸出手來 要去救一位正妹的時候 被當成變態的機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勇敢的伸出你的鹹豬手吧 不對 勇敢的伸出你這個 充滿男子氣概的手吧 然後利用立體機動裝置 逃離這個鯨魚的胃 然後終於你又回到了鯨魚的嘴巴裡面 又是一股濃濃的鯨味 這個時候正妹會在鯨魚的嘴巴裡面問你說 那麼等等我們可以從鯨魚的噴氣孔裡面噴出去嗎? 這個時候你要很有耐心的回答 一般的哺乳類 它的氣管 以及食道是連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吃飯啊 嗆到的時候 可能那個飯粒啊 或者麵條會從鼻孔裡面跑出來 而且雖然你很瘦 某香精的噴氣孔直徑有50公分這麼寬 問題在於說 齒經科 它的食道 及它的氣管是沒有相連的 所以我們只能從嘴巴跑出去而已 這時候看到正妹失望的表情 你要想辦法帶動這個氣氛 首先你先拿出手機 跟它合照一張 然後說一個小故事來緩和這個氣氛 從前有隻鯨魚 然後它在游泳 有一天它就一直往海底游 一直游一直游 終於游到海底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壓力好大哦 這個故事的目的呢 是要讓正妹知道說 某香精隨便都可以潛到1000公尺以下 但是人類呢 只要在水深300公尺以下 一出去就很可能會立刻死亡 所以等到鯨魚浮上水面後再說吧 到岸上的時候 記得交換聯絡方式 剛剛不是有叫你在鯨魚的位裡面拍照嗎 這時候你要裝作很自然的說 欸對了 剛剛在鯨魚裡面拍的照要怎麼給你 不然你給我你的LINEID或其他通訊軟體吧 你不要給他時間思考 不然他可能說 那不然我給你的email 然後你就要到他的LINE 回到家以後 該怎麼進行你的第一次對話呢 你可以這樣子聊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談一下 正妹這次就說 好啊 你要跟我談什麼 你就說 你過來 我有個戀愛 想跟你談一下 我有個戀愛 想跟你談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只能恭喜你 你已經成功的脫離單身了 而且你也從鯨魚的胃裡面逃出來了 所以 你應該要做三件事情 訂閱 分享 按讚 請問一下 你有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